熊熊大火一發不可收拾 還伴隨著黑色濃煙 從窗戶縫隙中不停竄出 消防火爆到場撲滅 但火事實在太大 消防人員決議 又雲踢車救援受困民眾 深夜火警發生在彰化河美鎮 張河路二段 一同被用來當作移工宿舍的 頭田民宅 23號凌晨發生火災 消防趕到後 救援處29名外籍移工 私人受傷 其中一人燒傷傷較為嚴重 被送往醫院治療 同天凌晨也發生在彰化 陸港鎮上一間宮廟 同樣傳出活境 濃濃的黑煙幾乎遮擋了 監視器盡頭 熟睡中的里長被煙霧嗆醒 趕緊用遙控器 將鐵門打開 叫醒妻子趕緊逃命 並通知消防隊到場救援 你以前在這裡燒掉的我們 不知道啦 你這裡在這裡 你這裡發生 這樣喔 22號才剛慶祝完秒慶45週年 沒有想到隔天就發生火災 還所信無人傷亡 初步研判是光明燈點線走火 引發火警 不過詳細原因 還是有待火調單位 進一步釐清 三類新聞許舒緯 市議會陽靜 彰化場報導